接著帶您來看的是 浮光山台東的金剛寺 而且是前往到當地的御所 來辦理祈福儀式 以捷徑伐水撒盡 浮光山金剛寺 睽違兩年再度來到台東 太原祭訓所辦理祈福會 由監視慰立法師主法 透過佛法給予受刑人安定 透過舉辦這個普通的法會 能夠帶給他們一個安定的心情 讓他們可以安心的在那邊服刑 對他們有助於他們的懺悔之心 佛法可以讓人安定心靈跟生命 不但如此 可以讓你的生命人生開啟光明 以佛法轉變心念去除煩惱 金剛寺傳遞人間佛教走入監獄 讓慈悲精神流入每個人心中 慰立法師帶領現場祈福祝道 願意行遠離 遠世間充滿良善 也規劃將在寓所開辦茶禪課程 讓更多受刑人受益 這位是台北台東 綜合報導